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程式漫谈》 我是姚琪 我是Hank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荷兰大奖赛 维斯塔盘主场优势 在山呼海啸般的粉丝助围中拿到胜利 每一奔双车用尽招数却毫无办法 哈斯两位车手争夺不当最后一名 马泽平至今队友老爸生亚力的经典瞬间 头哥继续精彩表现 维特尔再次转圈 总体合乎预期的比赛 一票合乎预期的转会消息就在第二天 节目正式开始前 插播一下最新的车手转回消息 阿尔法罗密欧正式签约伯塔斯 梅奔正式签约拉塞尔 小红牛正式续签两位车手 但真的似乎没有人感到意外 只不过播客是在周日晚上录的 所以说有些环节 现在各位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奇怪 整场比赛里头有一些超车 但总体来说还是更多的 怎么说呢 不同战术上的不同轮胎的比拼 真正在赛道上的这种轮对轮的竞技有一些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是太多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场过了比利时以后 感觉什么比赛都能算好看点的比赛的 一场还不错的比赛 我觉得至少我们经过了下修 然后经过了比利时 这个安全车带我们带了四圈的这种 不知道算不算做比赛的比赛 然后荷兰战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看到了荷兰如此多疯狂们的粉丝 那我们就直接主题 我们进入到精彩瞬间 那我们要讨论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的话 那我觉得直接最精彩的 应该就可以说是第一圈了 第一圈的话 我们看到各辆车上面的车载 摄像头上面能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一开始直播画面上没有看到的 比如说第一圈里头 帕达斯差点把汉米尔顿追尾 他就感觉那个圈 已经在轮胎后面边上徘徊 差了就差几厘米 然后也是第一圈的时候 奥康差一点把阿隆索挤出去 感觉很多有很多这种队友之间的比拼 然后阿隆索跟乔维纳奇的接触 还是想让他多加一点 在博达斯追尾汉米尔顿这里 他今天是不是差一点把目标给定错了 他今天要真的追尾了汉米尔顿的话 那这场比赛那就太好玩了 咱们这咱的这些评论也都疯掉了 要战术导弹的瞄准错了目标 对因为博达斯跟汉米尔顿 我觉得他们两个 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 在赛道上 互相给对方留一定的空间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把自己的队友撞了 总是没好处 他们俩当时在19年的区阿里 也是博达斯差一点把汉米尔顿追尾 然后但是博达斯当时都爆死了前轮 第一圈有 真的是让我们第一次的看到 这个赛道对于现在的F1赛车 是多么多么的狭窄 对真的是 差一点撞维特尔 差点被连拉哈斯挡住 但是真正看着这20辆车 在这么狭窄的一个赛道 真是让我们感受到 现在的车有多大 还有这个赛道到底有多窄 对但是这种小窄赛道 其实让我们觉得第一圈 其实还是很精彩的 有很多 因为太紧凑了 像这种所谓轮对轮的这种 还是很多很多的 精彩瞬间 我觉得精彩一个点 可能还是就是 它的那个有倾斜度 这么高的那一个弯角 因为有很多 很多种路线可以走 但是我觉得所有车手 都觉得走的路线 最好的路线是走外圈 把自己 所谓把自己扔出去 但是有很多超车是从 三好玩吧 对对对 它也从那圈里面超 其实这两条走线 给我们带来一些 很精彩的这种超车什么的 还是挺好玩的 对我觉得赛道 其实最有意思的 就是这种不同的走线 能够让我们看到 这个车手选择这样去防御 这个车手选择这样去进攻 就有攻有手 然后走不同的走线 比我们之前也说过 对吧 就是像圣瓦利那场 就是圣瓦利这个赛道 很高二人 它能允许不同的走线 然后来去达到 不同的攻防和战术 就假如只是 晚杀车晚杀车 进攻一个大DRS 然后晚杀车入一号玩 就感觉没太大看见 就看谁 就相当于是谁车更好 谁能杀的更猛 和谁对车的杀车更有信心 然而是 你看比如说荷兰站的话 不仅是这种 有可以走不同的走线 走不同的曲率 然后对吧 还能去选择 整个大倾角赛道上面 你可以走高的线 你可以走低的线 对吧 就有更多的选择 就让我们能够看到 这种不同车手的 输高输低 就是很有看见 但我觉得唯一一个不好的 就是赛道还是太窄了 不太允许 对 不太允许两辆车 能够太好的去并排去走 然后不像是 比如巴林的1234弯 匈牙利的1234好玩 对吧 这种能够提供反切回来的 或者说银石的 wood called Luffield这一块 一开始的内线 变成了后面的外线 你可以来一个反切 荷兰的话 不大可能有 这种操作比较少 它加上赛道比较窄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这种 第一圈上的轮对轮 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当然之后的话 就都比较拉开 所以就少一点了 对 拉开就没办法了 对 拉开的话就又变成了 谁能一号玩 谁敢买刹车 然后走外线 对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 对吧 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了 好多个 比如说拉提飞 然后这些 很多是一号玩走 外线超车都是很精彩 对 第一圈之后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进入到一个 比较平淡的时区 对吧 然后就是 也没有太多的超车 一个车跟着另外一辆车 然后有些DRS 没法超 然后进入到下一波 精彩之内 就是开始21圈 22圈 前面的韦萨凯尔顿 以及波达斯 这三个人开始 我们开始准备进战了 必须得说 就是红牛今天的战术 我觉得我们待会儿 可以在周末段里头 也再提一下 就是红牛的战术 非常的响应 非常的快速 这个没奔想干嘛 然后红牛在半圈里头 就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就是响应的非常迅速 不像是比如说 当时19年许瓦利的那样 然后比如说 今年的西班牙那样 当然西班牙的话 当然Max没有胎了 这是另一种再说 但就是没有说 那个 韩米尔顿尝试Undercut 但是他过了好久 再响应 或者怎么这些 红牛盯得很紧 就是非常非常的棒 没有出现 没有冲到当时19年 许瓦利的覆辙 然后 维斯塔班也当然是 基本上没有任何 就没有任何一点失误的 开完了整场比赛 然后所有的 该快的地方都快 该保胎都保下来了 然后就是毫无破绽吧 就让两辆没奔 就毫无 就根本没有任何的 可能让他攻破 维斯塔班的防线 觉得在21圈的 韩米尔顿进阵 还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他的进阵 稍微晚了一点 3.6秒 对 这个就让红牛 马上发现了 不行 我一定得进阵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 天大的好机会 虽然说 韩米尔顿速度 还是很快的 之后 Altrap还是很快 1分13秒 非常非常快 对 但是还是赶不上 还是赶不上 他在Pitline里面 这么大的影响 对 就是假如 韩米尔顿进阵 是正常进阵2秒多 然后韩米尔顿 也是2秒多 对吧 韩米尔顿是2秒7的 进阵时间 其实对于红牛的 标准来说 其实算挺慢的 不算太快 对 他之后也会进了个2秒2 对吧 2秒7进阵 假如韩米尔顿是2秒2 2秒3左右 然后加上韩米尔顿 这么快的一圈Altrap 很有可能 至少是有可能 他能把韩米尔顿 跟韩米尔顿 放到肩并肩的距离里头 但是这个3.6 一个2.7 差了多少 0.9秒 然后就相当于 就韩米尔顿 韩米尔顿进阵前的 Inlab非常非常快 Hammer time 对吧 然后进阵 然后诚实上这cut 但是就其实 没有任何的成功 3.6秒的进阵速度 直接让相当于 他们没被损失的 这一个机会 就是虽然也不大可能 因为 因为 美斯大班很快就响应了 虽然不大可能 但是至少 怎么说 他这个3.6秒的 慢的进阵 让他们美奔的 尝试undercard的机会 都没有发生 还有一个关键时间 我们说佩雷兹 对 佩雷兹 其实也是 佩雷兹是在第6圈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lock up 让他的硬胎白胎 完全直接毁掉了 所以这就很 很大意识影响到了 佩雷兹这个宝胎大师的 今天要干的活了 对 佩雷兹本来就是 他今天的目标就是 我虽然排位有点问题 但是 我换上一个新的引擎 然后一开始就用白胎 我们尝试翻回 佩雷兹的传统技能 保胎 然后一直 然后可能比如 能开个40圈50圈左右 然后再进展 然后也许还能遇上 个安心车什么之类的 一点都没有 第6圈 就直接缩死轮胎 轮胎里头的线都出来了 太大了 太尴尬了 就是 就一是这种 暴死轮胎的话 我觉得对于佩雷兹 这种有经验的车手来说 他为什么没有尝试 这个叫cadence breaking 就是他缩死中间 应该抬起来一点 然后再往下抬 他就直接是 给他踩到底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失误 就是对于 对于他这种级别的车手 如此有经验的 开了接近十多年了 就能够出现在 在保护轮胎 这么如此 关键的一场比赛里头 他居然能够 他当时也没有说 是要推的那么 推的那么猛 对吧 当时他其实总体来说 虽然是要抄车 但是没有说是 一定要 晚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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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奇怪的一个失误 不知道是怎么情况 不知道是 也许有一阵风 还是什么之类 让他损失了 在下压力 反正这一个比较奇怪 也算是一个 关键瞬间 就是 说精彩瞬间 应该是关键瞬间 这一点都不精彩 这精彩 对于梅文来说 这算是一个精彩瞬间 对佩雷兹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锁死 然后让在第2圈的时候 让自己的战术 就完全废掉了 高光瞬间 说一个70圈的 70圈的伯塔斯吧 太惨了 孩子太惨了 你说这个 其实在进战的时候 就要为了汉密尔顿 给汉密尔顿空间 要在 屁房里面稍微等一下 在换台之后 要稍微等一下 那个等 就不知道 是到底怎么情况 咱们现在知道吗 就是说 伯塔斯 他为什么换台 一个那么长时间的换台 说白了 咱们录的有点 有点早 对吧 还有点赶不上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当然伯塔斯的话 他进来之后 我们看回放的时候 他四个轮胎 其实都已经换上去了 但是就是 Pit Release那个灯 灯没亮 应该是灯没亮 对 就这个东西 那到底没问中间 有没有做点手脚 或者干嘛 就也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就稍微不移谋论了吧 但是就是说 有这个可能 但是咱们看之后 他们没问的 会不会有跟进 对 除了进战这点惨 还有惨的就是 最快圈 是真的是 不想让 不想让 伯塔斯拿 在最后的时候说 哎呀 Bot 别拿 别拿 让汉密尔顿拿 这关键的一分 又是经典的 Valtteri Is James Please support your fastest lab 对 就这个 Is James Is James 好像就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信息 对 太惨了 伯塔斯 最后的这个圈速的话 他最后刷了一个 一分 12 12秒5 所以说其实 最后汉密尔顿是 一分11 还是一分10秒左右 反正说是 汉密尔顿最后刷的最快 是一分11秒 所以说伯塔斯 他最后 他在最后一个sector 还是慢下来了 就是说主动的去 去慢下来了 但前两个区块 说区块 sector 跑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去刷子的 但是 对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 他这到底算听话吗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听话 一分10秒09 是吗 应该是 那真是快了 非常快 那比比巴达斯又快了一圈 所以说就是 已经快接近到排位的速度了 但 所以说 对 这个时候就 能体现出 为什么汉密尔顿还是想 想布塔斯吗 对 因为像大幕里头的朋友们说了 就是 这波达斯还是留面子的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 就是 梅奔 这块在一个 冠军赛里头竞争如此 激烈的情况下 你是必须要做出这种 一号车手 该是一号车手 就是一号车手 二号车手 需要让到 需要进一些可能 为一号车手来去 给出来 叫什么 给出来机会 不管这是一分 还是两分 还是多少的 你想当时 当时 舒马赫时代的时候 Rubens Berrachal 那都是 明明白白的 2004年 舒马赫冠军赛 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情况下 还需要 把比赛胜利 让给舒马赫 然后结果后面是 虚声不断 对吧 就是当时 舒马赫和 他的二号车手的时代 就 相当于是在 Berrachal的合同中写清楚 清清明明白白的 说你就是个二号车手 波拉斯的话 我们猜测 或者说 至少外界来听 因为他车手的合同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就是说是 应该是 波拉斯上面 没有明确写 你到底是谁 二号车手 虽然他就是 二号车手这个东西 你从实力上来说 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就不会存在说 一号车手 二号车手 很明确的情况下 然后一个人 比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卖不了多少 肯定是 会有上面的差距的 所以说我也能理解 就梅奔说是 为了争冠军赛的话 是让波拉斯 来让出来这一分 我觉得也是 无可厚非的 只不过 感觉大家觉得 波拉斯老是 在这比较委屈 对吧 但就是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怎么说 就是 波拉斯的这个位置 因为他跟汉米尔顿 特别是 比如说是 感觉19年 19年这种情况的话 差的其实没有那么多 然后 总体来说能跟上 然后偶尔的话 也会在老汉的前面 然后这个时候 假如要争冠军赛的时候 对五个让他让 那你想 为什么没有让佩雷兹让过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佩雷兹从来没有在 韦萨的前面待遇过 所以说 没有这个必要 就是说韦萨 但反正是在他前面 根本没有需要让他让 所以说 这个也算是怎么说 那侧面的体现到了 波拉斯 总体来说 作为一名二号车手 还是比较的 有用吧 你想佩雷兹今天在哪呢 佩雷兹整场 整年嘛 就排位的差距 没比 没比阿尔本 以及加斯利差太多 我们这 没分做得太难 为啥呢 这就非常的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团队的 团队的运动 他肯定是要为了团队 拿更多的积分 你假如是 第一号车手 二号车手 分不明白 就跟一八年似的 对吧 感觉 感觉这个 Aribbenny 就还有点喜欢莱克宁 然后 没有说 强制命令 莱克宁给维特尔 让他 就会让维特尔的活 很难干 维特尔虽然 虽然比莱克宁快 但就是 他不仅要跟 哈米尔顿搏 还要跟自己的队友搏 就会很浪费 因为你跟着队友的话 你会很费轮胎 所以说 我觉得没分做得 非常的正确 就是把所有的分 假如最后 假如最后就差一分 然后为萨团队的话 那所有人都会在吐槽说 梅盆 你为什么当时 不让这个 好好让道 这里 我们来看一眼 就是 这两年的 排位里头的 队友之间的差距 梅盆20年的时候 汉密尔顿 比 伯塔斯 在甘地里头 只领先 0.087% 就平均下来 一整年 所以这完全完全全可见 伯塔斯跟 汉密尔顿之间的差距有多小 今年稍微落得远了一点 今年的话 伯塔斯 被落下了 0.199% 就比如说今年 整体来说 我们能看见 排位赛中 波拉斯 又被 被汉密尔顿 落下了一点 但是去年的话 至少这几年 波拉斯从17年 到梅盆以来 波拉斯跟 汉密尔顿在排位上的差距 真的是 真的是挺小的 特别是19年以来 当然这跟车好开 也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 红牛 红牛 在甘地里头 2020年 威斯塔帆 落了阿尔本 0.6% 然后21年 跟佩雷兹的话 在甘地里头 落了0.5% 就这都是 巨大的差距 在排位赛里头 能跟队友 差到0.5%左右 所以就真的是 相对于 作为一名二号车手 来说 波拉斯 目前来看 还是比 比佩雷兹要成功的多 称之 真的很称之 对排位赛 怎么说 因为加上 现在这几代赛车里头 没有那么好 超车的情况下 你排位赛 就是会有很大的作用 你说佩雷兹 他保台能力再好 他 轮对人技术再好 超车技术再好 但是排位不够快的话 就是在比赛中 发挥不了作用 这是没有办法的 假如之后 比如说22年之后 超车好超车了 排位赛没那么重要了 也许可能 波拉斯这个技能 可能就更弱了 但就是在现在这种 那梅奔车很强 然后排位很重要的情况下 那波拉斯就是做 因为排位赛很关键 那排位赛他能做得更好的话 他就是能够在比赛中 发挥更好的作用 你看我们看到 都有多少次 梅奔 梅奔红牛 对吧 梅奔二打一红牛 对吧 一个韦萨帆干了 然后梅奔 假如今天 韦萨帆的红牛 没有那么快的话 那很有可能 就是奔驰赢了 奔驰在 那个韦萨帆的主场赢了 就是因为 两辆车的话 能够给梅奔 更多的战术选择 当然说 有一说一 这次的话 还是比较惨 是吧 说是 说是挡了一下 麦奔红牛 但最后还是在一个大直线 在最后的直线 把伯塔斯给过去了 对 就是总体来说 没让 没让他掉太多的速度 但而且 我当时是 就是 就当时 韦萨帆追上了伯塔斯 然后 后面韩美尔顿 我当时伯塔斯 那一个操作 就真的是作为一个 一名 叫什么 队伍玩家 对吧 为队伍做贡献 而且他真的非常漂亮 已经是 相对来说 比较全力的去挡住 韦萨帆 然后 汉美尔顿 直接让汉美尔顿 直接过去 一点都没有挡 然后这样的话 让汉美尔顿 直接跟韦萨帆 距离缩近了非常多 我觉得这是 美奔作为一个队伍来说 很棒的一个操作 但只不过是 波拉斯 当时轮胎 不行的话 就其实没有太能够 去太挡住 韦萨帆 那我们的精彩瞬间 说完了 是不是可以说 甩锅阶段了 甩锅阶段 一个锅吧 就是诺里斯跟佩雷斯 好像也就这一个锅了 一会儿发生了一个碰撞 就这一个锅了 我觉得因为是 其实是有两次碰撞 对吧 对 相当于一开始 第一次的话 之后又挤了 我觉得第一次的话 就是可以说 是一个Racing Incident 这个也没什么毛病 第二次 从整个看的话 诺里斯确实有点 往外跑了 往外挤了 你就想到了奥迪利里头的 第四号玩 对吧 又是这俩 对 又是这俩 有历史的 对 这个诺里斯往外挤 对吧 当时就是诺里斯 把佩兹斯四号玩挤出 挤出了赛道 所以这两个是有一定历史的 怎么说呢 那我觉得对吧 那就是第一个碰撞 算是比赛事故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 咱们说诺里斯过更多点 诺里斯我觉得稍微锅更多一点 看着像 可以 我觉得也应该就是这样 好 好像我们大部分里的朋友说 还有什么甩过去的 歪头spin 截停博塔斯 这算甩过去的吗 这没有锅 还行 就影响到一点 对 但是还好 但是博塔斯 真的是赛车手的这种反应 对 真的是在他面前 面前spin了 然后咔就躲开了 其实幸亏没撞上 还好没撞 挺危险的 对 当然是因为三号玩 对吧 三号玩的话 一个很大的侧行角的赛道 然后假如没控制好的话 很容易就撞到外侧的护栏上面 在F3里头 这不是也有 F3是在三号玩里头撞了 就记不得了 对吧 反正就是 博塔斯 暴死了一点轮胎 但是还是很好的 怎么说呢 停下来了 但停下来就是问题 他当时在 在新胎上去 在追呢 结果停下来了 就比较不好 维特尔 我们可以待会儿在草店里头 专门吐槽一下维特尔 怎么又转圈了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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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 甩锅机呢说完了 我们就进入到周末亮点 在这里 喜马拉雅或者苹果 播客平台上面的听众朋友们 麻烦大家 给我们来一个五星的好评 这样的话 对播客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在爱发电上面 搜索风策师万谈 来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给发电的朋友们 提供抢先版 就是意味着各位 能够在周一的早晨 就能够听到热乎的比赛回顾 OK 那我们说回来周末亮点 其实我亮点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金南法拉利 在法拉利 金南 虽然说最后比较倒霉 三四倍 也不倒霉了 三四倍阿龙所超的 投过去真的快 但是法拉利的两个车手 其实发挥的还算比较稳定 起码在正赛里边 我觉得法拉利现在真的是稳定 一直在第五第六待着 主要他前面和后面都 对吧 他前面不大跟得上 跟得上梅奔 虎牛那么一组和加斯利 加斯利算红牛 加斯利我们待会 待会我们再好好说 加斯利周末亮点 两辆法拉利 前面跟不上梅奔虹牛 后面的话又比 这个Alpin又快快一点 至少是在前半段 所以说就 也根本没给镜头 我觉得就看不见他们 其实这也算好吧 就是说因为很稳定 不会出现什么 没有静在瞬间 就是很稳定 没有什么问题 就跟19年的三四一样 我们19年的大家都在吐槽 说三四人 那我怎么没看见他 然后他又拿了个第六 就是第六或者第七 就是三四这种很稳 然后拿分 然后就其实挺好的 特别是在今年 不管是今年第一第二的 对吧 梅奔虎牛的竞争 还是第三第四 去争第三 这种麦凯伦和法利之间的竞争 稳定的拿分 其实就是最关键的 就比起那种一场比赛 特别棒的精彩结果 然后下一场比赛 你都没那么拿分 还是很棒的 然后这场比赛里头 这个 法利的拿分 又是比 又是比麦凯伦多 麦凯伦这次只拿了 只拿了一分 诺里斯的第十 对 所以说 现在 法拉利是181.5 然后麦凯伦是170 这现在稍微拉开了一点 这拉开十分 对 我觉得 真的得看 得看利卡多 下一场 蒙扎和 俄罗斯 我忙猜一搏 蒙扎 利卡多会离得比较近 但是在俄罗斯 利卡多跟诺里斯 差距又会比较多 因为这种 俄罗斯只有很多 很多这种杀的比较重的 这种弯角 利卡多 在适应麦凯伦这辆车上 一直会有问题 但愿他能够早日的找到感觉 但我觉得 蒙扎这种偏高速一点的赛道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好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利卡多 这个周末 整体来说 利卡多跟诺里斯 这些差距不是特别多吗 排位赛里头虽然是倒霉 但是 对吧 因为排位赛里头 他们当时一日 罗里斯比较倒霉 对 当时 当时威利姆斯出去了 然后让排位赛没能跑成 然后让诺里斯 就被淘汰了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看圈速上面 整场比赛里头 诺里斯跟利卡多 两个人的差距 没有像之前 我们看一些 这种 利卡多 适应不好的那些赛道 比如说什么奥地利 摩拉哥 这种 这整个周末 利卡多差的 都不是特别多 还是不错的 是的 今在瞬间 不对 周末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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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周末亮点 我再提一嘴子 就是之前 我们说红牛的战术部门 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反应非常的及时 我觉得 红牛一直是作为 比如当时1718年左右的时候 感觉红牛战术 一直都比较激进 很经典的一个例子 就是18年的时候 上海战 对吧 前面没奔 就在那 我们保一保 当时是两辆小牛碰了 当时是Brandon Harley 跟Gasley 两个人碰了 就挺好玩的 输了安全车 然后当时没奔 就没进站 然后这个红牛就说 那我们赌一把 两辆车都进站 然后利哈多 对吧 像我们展示的这种黄金 黄金 黄金左脚是什么样的 敲敲敲敲敲 然后拿轮胎优势 拿到比赛的胜利 当时那几年的话 一直感觉 红牛的这种整体的战术 是很激进的 去尝试找各种钻空子 去尝试那种 前面不太敢尝试 但我觉得也能理解 当时的话 红牛没有去争世界冠军 当时压力大的是 没奔合法力 这些不敢去随便玩 这种东西 红牛的话 你丢了就丢了 丢一场比赛 没那么大表 但现在的话 在如此激烈竞争 世界冠军的情况下 还能够去成 也不是还能够吧 就是说能够保证 这种战术上的 能够跟上 能够 也是挺不容易的 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 肯定得说 那也是一个 没有什么镜头的老哥 加斯利 加大师今天 加斯利今天出现了 没看见 问题就是他出现 他出现 他只自己扔在跑 对 他给了 我估计也就给过两个镜 他自己扔在跑 但是就 还是这样 他很稳定 这相当稳定 他用黄 而且他用黄圈跑了 黄胎跑了47圈 黄圈啥 黄圈 确实是黄圈 对 黄胎跑了47圈 对 相当厉害的 但是有一说一 他是因为 前面三位 他好像有点 没往上追 也就在那里放着了 没有去追他们 想着的车 还是离后面 没办法 对 对 然后后面 后面的话 法拉利他们也 跟他们也有差距 所以自己就很开心 就是在free air里边 没有任何脏空气里边 就在这里 自己开开心心的跑 就开开心心的 自己跑 所以说也没给你 开心的 就一个人跑圈 对 挺好的 相当可以 没有出大问题什么的 真的非常好 对 非常非常好的发挥 加斯利 就是向我们展现的 非常稳定的一名车手 一直成长成了一名 成熟的一个队伍的领导者 我们弹幕里头有朋友问 说为什么小红牛车 有一场没一场 大家没有发现 今年的中游队伍里头 好多车都是有一场没一场的 有一场奥平特别快 有一场奥平特别慢 有一场阿斯德马丁快 有一场阿斯德马丁在拍老末 有一场小牛一点速度都没有 然后有一场小牛稳定第四 就是比较奇怪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年已经是 现在这一套规则稳定的 七八九零一第五年了 对吧 你要说整体的气动规则 整体的轴距 然后宽度 整体的赛车的这种 气动上的规则变化 抛开比如18年的黑楼 19年前已 21年的地板啥之类的 总体来说 气动规则是非常稳定的 引擎规则也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说引擎的 这些规则的稳定 会让这些车辆之间的性能 发挥会进行一个收敛 就是大家 现在这套规则摆在这 研发到顶了 也就差不多这样的 所以说这些队伍之间的差距 会非常低 对吧 21年是这么多年以来 队伍之间最接近的一次 再上一次可能得到12年吧 对吧 12年前面七场比赛 七名赢家 我们的Malternado 居然还能赢一场比赛 对吧 就是现在 现在的 今年来说 这些不管是前面的 对吧 红牛和美贝 还是现在的中流队伍 你看什么 麦凯伦法利 阿斯顿马丁这些 这些车都非常的紧密 所以说 稍微有一些区别 不管是赛道的特性 还是这些车类的调教 都会对他们之间 相对来说 之间的 相对的名次 会发生比较剧烈的变化 比如说 你要说 18年的时候 你说梅奔再慢 他也都会比 应该比红牛快 对吧 然后或者说 18年的雷诺 他当然再慢 他也比 后面的什么 托尔罗索快 但是 你想今年的话 一个阿斯顿马丁 他快一点 他都变成中流车的 地球组第一 他慢一点 都变成地球组 最后就跑第七 第八去了 所以说 他会变化 这种浮动的 会更剧烈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再加上可能是 加上这场比赛 Zantaford 赛道这场 对我们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跑过 没有数据 所以说调教的话 得看哪个车队的 应变能力最好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车调出来 发挥出最好的性能 这样操电吗 这个放搞笑 我觉得 汉姆腾在这 汉姆腾抱怨 可以加入一个环节 叫汉米尔顿抱怨 汉米尔顿老选抱怨 而且是汉米尔顿抱怨 轮胎 就不管是什么时候 Tires gone Tires are gone Man the tires gone Oh my tires It's not gonna hold that much longer 我的口音听还不像 要大量的 其实还是吧 Max Max也是 对 太快了 我现在在想 到底是Max快还是 不是 到底是红牛快 还是只是Max快 你说吧 但今天 那我就要这么说的话 其实 但是培雷斯超一些 比较在后靠后的车 其实也不是很能体现 对 但是Max真的是太快了 但是因为确实 一直咱们都在说 红牛的这辆车 大红牛的这辆车 永远都是给Max做的 然后第二二号车手 或者另外一位车手 发挥都会相对 相对来说 没有Max那么亮眼 但怎么说 主要是Max太快了 主要就是好多人这么说 说这辆车就是为Max造的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车队 比如说你去问纽维 这辆车咋造 他肯定说我们怎么快怎么造 不是说你让Max怎么开的得怎么造 对吧 你是先把车造快 然后再让车手去适应 就是说这些车队们设计的话 肯定都是第一目标 是把车设计快 而不是说是专门针对某个车手去设计 肯定车手的会有一定的建议和输入 但是不会说专门群群围绕一个车手去造一辆车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车的性能 被Max的机场的天赋和能力给捧的比较高 让我们觉得是不是这帮二号车手我们太菜了 因为我们你看现在21年赛季已经过半了 佩雷兹的排位的速度一点都没拉近 我们不是说这一场排位 这一场比赛里头排位的话 佩雷兹没能够进Q2 怎么说呢 车队的锅和他自己的锅其实都有一点 你严格意义上不是说他谈判多少 但就是我们视野放大一点 我们这一整年来看 整体来说佩雷兹 我们算上了他适应车的能力 我们现在看见佩雷兹正在里头 对车的熟悉还是挺好的 对吧 他超车或者干嘛的都还是挺熟练的 但就是这个排位 佩雷兹从来不以排位现场 但就是他作为英明很有经验 我们知道他到底能力是什么样的车手 还是跟韦雷兹还是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我们今天看数据 今年的话 佩雷兹跟韦雷兹之间在甘地情况下 排位的速度是接近0.5%的差距 就是相当相当巨大的 到底是佩雷兹阿尔文加斯利太拉垮 还是只不过因为韦斯塔坎太牛皮了 要这么说的话 就得要迈克销去别的车队 那才知道了 去那里去煤奔吧 对 确实是这样 就跟比如当时麦凯伦 当时麦凯伦那两个三十四和多里斯 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样的参照物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 但就是现在今年不是来了吗 参照物佩雷兹来了 我们知道佩雷兹发挥怎么样 但是这么一比的话 就是为斯塔坎太强了 而且加上佩雷兹 今年这辆车RB16B 今年这辆车尾部 其实相当上还是挺稳定的 虽然缺了下压力 但是你跟去年比 你看当时阿尔文在测试的时候 卡特雷尼亚9号玩 啪就直接就出去了 对吧 这个尾部的稳定性 当时让加斯利和阿尔文非常的头疼 就是说他不敢去推到极限 因为推到极限 他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尾部就飞出去了 就转向过渡了 也许就Max就不是特别怕这个 Max也有好 去年RB16的话 维斯塔坎也有好多次 这种在练习赛里头 就开着开着就转出去了 推得比较极限 是不是也许别的这些车手 没有到Max这样的天赋 无法去腾扣去驾驭得了 这种尾部这么难搞的一辆车 说过了 但反正就是中博亮点的话 这场比赛里头 就真的是必须得说完 维斯塔坎 整场比赛里头 极度的冷静沉着 非常棒的发挥 非常非常的精彩 已经是 怎么说世界冠军的料了 现在咱们说这个都比较晚 那确实是啊 说了就比较晚 OK 那我们说完周末亮点之后 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周末草点 有啥周末草点呢 我是真是不想说冷冻 真是不想说白球 但是他这个又转圈圈 他说转了多少次去 真的是 对 怎么说呢 可能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 他这个高力起伏 他就不太习惯 但是我觉得 咱们 这有点给他开拖了吧 我觉得我也老给他开拖 但确实是你作为一名车手的话 你不 这是很低级的失误 就是很 你作为一名 四岁世界冠军 我们老这么说 你作为一名 你从 06年07年就开始开了 这都多少年了 对吧 那都十多年了 你不应该出这种低级的失误 是 主要就是 维德尔因为今年 不想说 因为有的时候发挥真的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 相对低级的这种 自己一个人 突然spin 他前面也有一个 算是在追位置吗 我不知道 是 像银石他也是 在Sylveston他也是一样 在追阿龙索 追位置 然后自己咔嚓 自己会 自己差点进了 真是不好说 不好说了 维头 维头 从19年 19年巴林就转了一圈 意大利转了一圈 然后 今年 今年银石转了一圈 这又转了一圈 之前还撞了谁吧 我记得 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巴林站 把奥康给撞 没啥时候把奥康撞了 对 然后19年的时候 银石把Max给对 然后Max都对飞了 特别撞过来 然后 维德尔那种小事物 真的好多 我现在那么想来 就是该牛的时候 还是保留了 它的高光的时刻 但是它的低谷 真的是 要多低 最尴尬的 就是19年的猛炸 你的队友在你的 车队的主场 拿了胜利 上万名 在这山湖海峡 然后就维特尔 在阿斯卡里 转了个圈 真的是尴尬 吐槽了 老维特尔 我们 曹点 这种梦来说 好像好像也没有 什么太多的草点 总的来说 大家还保持 都挺不错的 这场比赛 还是那种 就像Katalonia那种 是比较偏向于 战术和压力 队伍之间的战术 战术压力上 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 就给咱们 想要的这种 轮对轮来说的话 确实会少一点 所以 轮对轮是没那么多 这些问题 对 咱们这种草点 就会比较少了 对 草点的话 对好像就确实没什么了 但就是 我们要说 给大家 Formula1.com 上面的 实时的timing 好像 所有人 不需要花钱 就可以看 对吧 我觉得大家假如 想更好地 去关注比赛的话 推荐大家 去IP的官网上 去看实时的 比赛的计时 去看 每一圈 每个车手 比如说第一个sector 第二个sector 他跑的圈速是怎么样的 会发现 就算是 今天这种比赛 也会非常有看点 因为今天这张比赛 假如不去看什么 轮轮轮的话 其实没太多东西 就看着一堆尺 一堆人在那绕圈跑 但假如大家去看 这些圈速的话 会发现 哈比尔的Inlab 刷了一个1分13 不错 看VS大翻 VS大翻 也挺快 1分14出头 对吧 然后就是 大家去看这些圈速的话 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争斗 会发生在这些时间 这些点上 会发生在1分1秒上面 就是会很有看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周末草点 好像没啥了 有人说 法拉丽那段时间 太恶心人 是说哪段时间 太怎么恶心人 老维头那段时间 老维头最后的时间 老维头最后的时间 咋说呢 肯定是什么技术 技术的那些会议 什么这些 肯定也不让他去了 然后 但必须得说 20年 维头开的确实不打地 特别是跟勒克莱尔 一对比起来 加上勒克莱尔 也特别强了 有人说 阿布晚上好 明天不上班 明天上班 我们今天录完 录完就睡觉 那行 我们今天录到这 我们待会说 周末搞笑吧 那我们待会说 周末搞笑 那我们在这插播一个广告 就是在这里头 大家想一起 瞎聊的话 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们的F1 方程师漫谈的 QQ970 292900 我们之后直播比赛 然后包括新内容上线 都会在我们的QQ70 跟大家说 然后在比赛周末 也会有非常多的朋友们 在QQ70 进行非常激烈的讨论 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个QQ70 现在已经到500人 到时候还得升级一下 大家在喜马拉雅 或者说苹果播客之类 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给我们 来一个五星好评 这样的话 会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在这里头 大家可以在 爱发电上面 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 在爱发电上面 搜索方程师漫谈 爱发电上面 我们会给发电的粉丝们 一些福利什么的 比如说 我们有这个叫 这个方程师漫谈的抢先版 就是我们今天 录完比赛回顾之后 然后我立马就会把 我们的录音的音频 丢在这个爱发电上面上去 这样的话 大家在周一早上 通勤的时候 就有新鲜热乎的 比赛回顾可以听 广告说完了 我们再接着说话来 荷兰大奖赛的周末搞笑 我觉得一个搞笑 我想说 就是奥康吐槽 这太 太逗了 奥康应该是在 第几圈 应该是在前五圈的时候 说阿龙索 阿龙索怎么这么慢 He's very slow in front 我记得他这么说的 但是之后 咱们看最后的成绩 因为说到那 在他说了 他很慢之后 阿龙索感觉立马 就往上加速了 越来越快了 对 越来越快了 真是 不知道是 他们两个中间 有什么奇迹怪的联系 我觉得 阿龙索 投哥把他给偷听到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 在后面奥康说 投哥慢 然后可能 那个投哥的工程师 跟他说 说你可能得速度快点 或什么之类的 这种也会出现 但我就在想 假如他们能够 加上队友和队友之间 能够云 的话就真的会好好玩 像奥康说 投哥你好慢 投哥说我不慢 他说你好慢 你来超慢 你还不知道 对 搞笑 搞笑我们 也不是很搞笑 只是 有点有点奇怪 就是哈密尔顿 在比赛之后 说哎呀 麦克就像诺阿一样 他前面的所有车 都直接分开了 完全不挡他 他其实 他其实把这哥们说错了 诺阿这哥们 是那个造船的 是把所有 是在人的那个神话里边 造方舟的那个 哎呀 是人的造船 造船跑的 其实他说的是摩西 是另外一个 就是把 他因为他 他比喻的是 像摩西样 把海分开了 然后 也不好笑 也不是什么 就很奇怪 就是啊 看来 看来需要再学一学 再学一学这种 小故事 还可以 还可以再学习一个 我这搞笑 可以这么顺便就说 说了这个 哈密尔顿吐槽 你看他刚才吐槽 那个 啊 很多啊 然后他又吐槽 说 维斯塔凡 他怎么那么走运 他这个 对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因为 因为哈密尔顿 他近战之后 出了之后 正好被阿龙索挡住了 他应该丢了点时间 因为近战之后 这一圈 是非常非常 至关重要的 假如被这时候 被挡了之后 就确实应该会 比较不爽 那就是比较搞笑的吐槽 哎 这老哥怎么这么走运 确实平时的 和一般哈密尔顿走运 对 然后 但一直说老汉 是不是还得说 他这个 虽然说也不会搞笑 他就是他一直在吐槽 吐槽机器是吧 对 和 和 Team Radio那边吐槽 今天这个 Touch strategy有点问题 但是确实啊 今天到最后换黄胎 确实是有点问题 但是 只是咱们一直听 就基本没场比赛 Touch is gone Touch is gone I can't keep it too fast 一直就是这个 但是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这就是为了让他加速 其实他说是Hamilton Hamilton Hamilton 其实就是 只要他开始吐槽 吐槽轮胎了 Hamilton就开始了 对 一般吐槽轮胎 就是说轮胎 说明快不行了 这时候要开始准备 进战 进战之前 跑两个 刷两个快圈 然后这样的话 把这轮胎的最后一点的 说明给榨干了 然后但确实上 我就可能也是有一定的 这种选择性偏差 就是因为我们老说说 Hamilton老在吐槽 老在抱怨 那其实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 在这个队伍云 他老放汉米尔顿的 就是其实别人 其实所有说的企业都吐槽 只不过Hamilton的吐槽 老被放出来而已 然后而且这次 他确实吐槽的 有这个叫什么 有必要 因为确实 换了一个黄胎 确实有点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块我们可以切回去 我觉得 刚才咱们中国草点 咱们少说了两个 草点是什么 虽然我们说了 放到草点 就说 梅本的战术 梅本给汉米尔顿的战术 我觉得确实是 有一点问题 这是红黄黄 然后最后再会 刷一个最快圈 就两个黄胎的stint 就比较的奇怪 一是他第二个 为什么不换白胎呢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 他假如他是红黄黄的话 为什么他第二个黄胎 为什么要在39圈的时候 就进站呢 就感觉进的太早了 Hamilton当时也吐槽 说为什么 我之前的团胎 还有很多寿命 为什么这么早的 让我进来了 对 因为他在那个里边 也说到就是 We're calling them bluff to sink to alley 对 因为他们也是 其实是为了 在逼红牛的战术 但是看来有失败 当然这肯定也跟车有关系 因为假如你没奔 这场比赛里头 车就是不如红牛快 或者不如威斯塔坂快 那你车价没太快的话 你肯定战术上选择就少 虽然你有两辆车 但那辆车都不太快的话 就比较局限 我觉得有点类似于 比如说19年摩拉哥那场 当时也是 当然最后那场 海门人都赢了 那就是当时 理论上应该给老汉换白胎了 但是莫名其妙换了一个黄胎 就跟今天就有点像 对吧 然后后面认为 萨帆拿了一个白胎 然后在最后几圈的时候 海门人的轮胎都撑不住了 连这场也是 后面追不上 后面根本追不上 虽然说他换白胎 我觉得他也追不上 但是至少能够稍微紧一点 所以说老汉这个质疑 也没啥不对的 还有个槽点 我觉得 看能不能把这捡过去 还有个槽点 红牛的排位的时候 佩特兹 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槽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树 这树太大了 对 你这个相当于佩特兹 最开始就直接Q2都没 直接让任何的可能性都没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奇怪的 包括之前 当时在匈牙利的时候 威斯塔班 当时红牛让威斯塔班 这么晚才出来 然后这么晚才出来 然后结果就被海门人挡了 最后差一点 没有能够及时过线跑 就是你说红牛 你 我也不知道他们脑会 他们可能是想 算这个居然没算准 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想的 说是佩特兹的圈速不行 然后让他完整出来 这样的话 多依赖一点track evolution 然后能够来获得最高的 但是Q 红牛的车 就算是佩特兹 你跑得慢 你进Q2应该是没啥问题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最后 搞得太极限了 导致路上车多 然后就没改上 路上堵车了 然后结果就上门迟到了 这真的必须得说是一个槽点 相当于佩特兹 相当于又是完全没有发挥出来 跟他自己也有一点关键 但是更多问题还是队伍的原因 但好在是 韦特兹的红牛 这场比赛里头 一直是非常快 所以说还是稳稳的 赢下了自己的主场 佩特兹这个真是从一件事 直接影响到了第二件事 如果他Q3进了 就是他排位 如果排到了前面 他就不需要用白胎 不需要用白胎 他就不会暴死 对啊 当然这个 不会暴死 他就不会要换胎 红牛都直接反正破罐子破出来 那么反正我地区都起步 还不如直接换个引擎 所以说佩特兹是直接是排完位之后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引擎 这样的话 拿了一个5秒的 不是5秒 5位的 不是5位 他直接 因为Park Fermil 他直接从维修站里头 直接起步了 但这样的话 相当于是省了一次 省了一次换引擎罚退5名的一个机会 威斯塔班之后的话 肯定还需要 还得再 还得再拿一个5名的惩罚 现在第三个引擎了 那要把这个算 要算草点吗 说这个 我们按照弹幕里头 朋友们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就再讨论一下 这个波拉斯 波拉斯进站 这个 然后让他不跑 这个最快圈 我虽然刚才也大概提了一嘴子 对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里头 为啥要 其实弹幕老哥们都是不要觉得 都是为啥就逼着他要进站 这种 然后再 逼着他要进站 说是 我记得有他们提说波拉斯的胎 有比较强烈的震动 是吧 有吗 对 对对对 说了说了在黄胎的时候 说有震动 但是 那个是24圈的时候 他当时已经是换黄胎了 应该是有可能是黄胎 当时有一定是震动了 就是 大家要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那个红胎 如果咱们是赖24的话 不知道是开始有震动 他是在30圈的时候换的 黄胎 有点 大家应该可能说 他这是60 60几圈的时候 进站换的红胎了 最后那一次 换的红胎的时候 相当于给海米尔顿 相当于给海米尔顿让一个 我觉得这其实好像也 我没看懂 为啥 为啥 为啥这个操作 没 就 大家觉得不对或者啥 他可能觉得就是 布塔斯那个时候进站 然后 对 他其实就是 你要这么说 他其实就是给海米尔顿让一个道 对吧 因为假如 假如巴拉斯不进站 海米尔顿进站换个红胎刷最快圈的话 相当于海米尔顿跑第三圈了 那这时候肯定要 肯定要让队伍里头的 去争世界冠军的人去 拿到最多 尽可能多的分 对吧 像海米尔顿这场比赛 能拿19分 18加1 就像比如18年的 18年的俄罗斯非常经典的 第一次 Valtry S. James 19年的新加坡 然后让道 就是怎么说呢 在争夺冠军赛的时候 让这个我觉得真的无可厚非 因为这是一个队伍的一场比赛 一是要争世界冠军 就是车手冠军 二是要争车队冠军 肯定是以优先拿 让车队里头的 靠前的车手拿到更多的分 然后其次是 让整体的车队拿到更多的分 这块里头 谁拿第二 谁拿第三 车队的分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海米尔顿是争 跟魏萨范争的那个 不是博达斯 博达斯现在 仅是总积分将将第三 对吧 他就直接直说了Valtry S. James 我觉得这块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就是这什么 当时每本 James Powell直接是上云来说 博达斯你别刷这块圈 Please support your fastest lap 但是博达斯的前两个sector 都是刷的紫的 所以说他只是在最后 他最后还是怎么说 最后还是停了 杀了 排了一个油门 对吧 他在最后一个sector 他是杀了一个 排了一个油门 然后没拿下来 就整上了这块圈 没有把海米尔顿的这块圈抢了 怎么说呢 他最后还是听话了 所以说这到底应该说明啥呢 可以理解 但琪琪确实还挺可怜的 这种 就所谓 这种比赛里边 这种车队的大局吧 因为确实咱们看着 怎么着都难受 但是这真是 没办法 没办法 对 所以说 所以说你觉得他最后 最后 最后博塔斯 因为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那个语音 他其实可能是晚了一点 我们不知道他拒绝到底什么 说的说 他到底是跑完了前两个sector 再跟他说 别跑 还是说跟他说别跑 他还跑了 刷达子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哪些哪后 因为他那个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他这个广播出来 是有一定的延迟的 但 所以说这到底说明了 是博塔斯是铁了心了 是反正已经要走了 所以说 故意来跑个多块圈 来慢一下 还是 只是正常的跑而已 当然 就必须得说 就是说 第二号车手吧 假如能力可以的话 不会存在一号车手 二号车手 你想当时 罗斯伯格跟海美尔伦的时候 当时 美本有一二号车手 没有 然后红牛 维斯塔凡跟利哈多的时候 当时有一二号车手 虽然红牛都已经明明白白的说 想说 想把韦斯塔凡 当做成一个 不是做成一个 让韦斯塔凡成为世界冠军 对吧 但这集已经明明白说了 但是当时 红牛对里头 对于利哈多 还有韦斯塔凡 都是很公平的 就很少会说 是一个车手好好的 然后给另外一个车手 所以说 会出现一号车手 二号车手这种情况 都是水平上有差距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 我还是说那句话 我没觉得 美本这会儿 他还能怎么做 对 对 James的原话是 Please abort the fastest lab 有人提到了 Multi 21 对 Multi 21 Multi 21 一几年 一三年的马来西亚 还是那一年 我好像有点记不得了 反正是 我记得 应该是 应该是 我来查一下 没说错 对吧 一三年的马来西亚 没记 还好 还好 没有记错 对吧 就是一三年马来西亚 当时 当时 Weber是 维特尔说 应该是可能觉得 是一二年 最后 巴西战 Weber没有太帮 帮维特尔 然后所以说 一三年在马来西亚 他都会不爽 然后就 Multi 21 给抄过去了 当时其实也是 当时 红牛是很明显 很偏心 很偏向于维特尔的 就是在土耳其 那个两个人碰 然后都居然还说 是两个人一半 一半国 那明显是维特尔的国 就是那个是很明显 那大家也能确实看到 当时的话 维特尔的话 确实水平比 比Weber要 要更优秀一些 嗯 跑题了 咱们是不是又跳回搞笑了 说回周末搞笑 我怎么剪 我怎么剪 我再标记一下 周末 其实还有一句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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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帮 都是纵火饭 这帮人 今天音也太大了 真的成色雾霾那边 太可怕了 这什么时候见过 这个的 据说 从 对啊 就是从一开始 从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放烟 然后到最后 哎呦 那一样放的太吓人了 哎 就 就 真的是 我在想他们 完全都看不到了 他们是不是 我看他们中间 是不是会有工作人去管一下 说你们先别放烟了 肯定得管 对 肯定得管 太疯狂了 这一样 我觉得来一点 塑造点氛围 太多了 不大安全 就是所谓 你如果你是 那些观众 如果坐在后排 最后一排你拉点烟 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因为毕竟你不挡任何人 你现在咔前面几个 咔咔放烟 你后面还有谁能看得见 然后之后还出现了 把人的草坪给点了 这种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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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周末搞笑 就是今天我们在比赛中的时候 那个观众系边上有个草坪 就着了 然后大家中间还要赶紧去灭火 就 然后今天还看见 他们有个拿那个烟雾棒 直接丢到那个塞道边上那块 就直接在塞道边上放 那真的还是挺危险 我觉得 这之后应该管管 Max赢了之后 有这么大的一个 就他们自己本身赛场上的一个 烟火一个表演 卡卡卡卡 放一拍 你说老汉就要赢了 那他那部全都白来了 就搞笑了 如果老汉来 然后他要再搞那烟火 那他肯定不搞 但是他人家就太亏了 他那不是自动了吗 就是比赛完了之后 那就更尴尬了 对 那如果讲到他更尴尬了 那烟火应该是赛道方的 比如新加坡 阿卜扎比最后不都放烟火 阿卜扎比都有 对 但是这场比赛 就因为这样的比较有意义 最后这个烟火 就是怎么说 我觉得还很庆幸 就是这个主场赢了 我觉得 因为比如说18年之后 就是18年的时候 当然是 尹什维特尔赢了 然后德国 浩克海 汉米尔都赢了 特别尴尬 两个人都赢了 对方的主场赛 这种两极翻转 对 真的是太尴尬 尹什维特尔转圈了 然后 对 尹什维特尔转圈了 最后抄回来了 但是没赢 然后18年的 浩克海 大家也知道 维特尔装置 那一个很经典的 对吧 所以说这种 把对方的主场赢 就真的非常的尴尬 这种 把自己主场赢了 也好 对吧 你看今年的话 就是汉米尔都赢了 赢过 然后没赢盘赢了 荷兰 OK 那搞笑 我觉得再说最后一个 特别好玩 这是什么呢 Kubitsa Kubitsa不是替了 Kubitsa必须得说 今天Kubitsa的发行业 挺不错的 就是能够 周六早上接到电话 然后居然能够 把阿弗罗美尔开的 开的相当不错 精感慢感的 对 对对对 精感慢感的来跑 相当不错 然后这个 有个搞笑的是 当时那个 Robert Kubitsa 在这个采访的时候 说了一个什么呢 那当时周六早上 接到了这个 Fight for Surge 阿弗罗美尔的 这个老总 在这个Kubitsa 接到了电话 Kubitsa心里一沉 卧槽 他妈是不是得新冠了 结果电话一接起来 发现KB得新冠了 我要干活 对 这当时我看得特别乐 有活干了 Kubitsa就讲 我完蛋了 得新冠了 发现不是 不是我得的 还给了他一个机会 再冲回F1 太好了 冲回F1 不过Kubitsa 现在脖子也不好受 回去得歇脖子 Zanford对脖子的要求 还是非常非常的忙 对 天天在那咔咔声 4G 5G的这个 对啊 你说那个应该是7号 他侧相应该估计能有 5个多G 快6个G的侧相加速度 这太猛了 这个 就银石什么之间 能赶上 比如Kubits右手腕 我跟上我告一下 说完了吧 大捣没弹有吗 大捣没弹 好像没有 没 没有啊 没有人被任何所有什么 这种 其他人的问题影响到的 好像还真的没有 比赛花剧 其实也没啥吧 就是这场比赛 也挺神的 上一场就正正经经的F1比赛 其实是在1985年举行了 其实有 只有多少年了 15加21 36 反正说30多年以来的第一场 第一场F1了 这个 这个还是挺酷的 因为 也不知道他这个赛道 因为这么久了 所以说 这种窄窄赛道 现在也看确实 对于现代的F1来说 还是 太窄了一点点 对对对 是 看他们 看他们如果以后 因为毕竟荷兰这种比赛 Max肯定是想要了 看看他们会不会再有什么别的改动 我觉得这场比赛能够举办 就是因为有Max 假如没有的话 我觉得 没啥理由 再回到这个 这块 当然有Max的话 就像荷兰这个粉丝这么疯狂的 你看这么多观众 应该能赚回来不少钱 没错 花絮花絮还要什么 我们今天录的比较赶 所以说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幕后的所谓的小花絮了 要不花絮就到这里 这个咱们应该是应该会留到下一场之前的猫后炮环节 对对对 我们就跟进环节 跟进环节 对 跟进环节 我们花絮说完了 我们就来说未来展望吧 未来展望的话 下一场比赛将会是意大利 今年的第二场意大利 然后蒙扎赛到9月的10号到12号 到时候还是我们会在比赛周日比完之后 然后会来这里直播 什么直播比赛回顾 然后欢迎大家来订阅 然后来看 来给我们瞎扯扯 也挺好 因为我觉得蒙扎这场还会挺有趣的 因为又是第二场 他们所谓实验做sprint race了 对对对 你不是说我差点忘了 对就是蒙扎 就是蒙扎是下一场sprint race 再下一场八旗 对又会是冲刺排位赛 然后这个比较迷的一个环节 有人说红色图案机又开始整活了 这个今年的话 今天法利还是都是挺不错的 我法没完 我法没完 对我法没完 而且银石赛道如此 银石赛道现在也在中低下阿里赛道 银石赛道的话 克莱尔都相当漂亮 对吧 一直是在第一场直播 都会被老汉超了 我觉得就拖拉机的一场 就法国拖拉机的一场 其他时候还不错 而且法国拖拉机 还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轮胎的消耗 对轮胎消耗太废了 而最好不是上次不说了吗 就是问赛莱尔 为什么你们在法国那么拉垮 然后现在又好了 我们也不知道 法利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我们当时那么拉垮 好像也没有做什么改变 然后之后就还好了 对对 最好玩的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的速度又起来了 然后又没了 对 所以说你看比如说 包括巴库的话 巴库这么大直到 然后结果了 克莱尔就还能拿一个干位 所以说 今年的话 绝对是我法还没有完的 我觉得很期待一下 这个蒙扎 维斯大帕的话 蒙扎是从来没有好成绩过 当然也跟之前 之前叫什么 之前他们也基本上 一般会选蒙扎或者比利时 然后来选择拿一个 这个引擎的惩罚 因为蒙扎来说 你有引擎动力的话 你比较好从后面 从后面抄回来 会好做一点 对 好像确实 然后好像很多时候 就蒙扎好像说 很多有什么官宣什么的 但这个就咱们可以等一等 应该很好 对 我觉得这也可以期待一波 就是说我们总算 不用每次都去 哎呀 猜测一下拉子尔 到底会怎么样 马上就有官宣 那咱们就直接听官方了 官方的应该没这么大毛病了 赶紧官宣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 有官方的可以聊了 就是我们可以正式的聊了 而不是说只是在这猜测 对吧 我们在这猜 有没有可能 这有没有可能的那样 虽然是 有这么多的传闻了 然后意大利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一波 因为你看 比如说今年的话 什么今年 今天的话 荷兰战的话 因为这么多的中低 然后很多高速弯 就不是那么 依赖于引擎动力 所以说红牛 红牛在排位里头 特别是 梅斯塔潘 在排位里头 在三号玩 直接比哈美尔顿快了 0.2左右的速度 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全是在 梅奔好像 这场比赛里头 三号玩 怎么着都过得不得 就是那个 很侧倾较 很高的一个 一直打飘 三号玩 对 反正在三号玩的时候 梅斯塔潘能把 梅斯塔潘 我得说是 梅斯塔潘 把梅奔落下来的 好多 不是红牛 不好意思 陪大使 不能这么说 你确实没有把梅奔落下来的 对 是梅斯塔潘 把梅奔落开了很多 然后 但在蒙渣的话 这个全是大指导 特别是再加上 这个 梅奔从银石以来 带了 应该是引擎升级 加上启动升级 在直线速度 还是非常非常的快 当然之前 对 我们这会儿 其实可以提一嘴 这个 就算花絮 也不算花絮 反正就是 红牛像FIA 就是提出来的一个 算是询问 就跟当时法利那个一样 就是说 我们假如这么着 这么着 这么着干 然后把这个引擎进气的 这个温度弄得 这么低 合法吗 请FIA给出来一个解释 其实就是 就跟当时19年的时候 法利那个一样 当时也是红牛干的 红牛最想干这个了 红牛 那儿问FIA 假如我们用这种 特殊的电磁信号 然后来去 骗过燃油流量的 检测限制 然后再 能往引擎里头注入 比规征里头 要求更多的燃油 这样合法吗 FIA说 当然不合法了 然后法利突然就慢了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法利突然 以前是怎么快的 以前怎么快的 也不知道 反正莫名其妙的 在红牛问了一下 到底这个合不合法 FIA说不合法 法利突然就慢了 这是为什么呢 对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 不过这次的 真的就像是霉奔 应该大家猜测 可能霉奔是在 这也跟那个红牛 刚刚招了一个 霉奔的人有关系 这种互相招人 也是挺 挺那什么的 当时那什么 当时19年的时候 Racing Point 跟雷诺就是这样 当时是雷诺的人 雷诺的一个工程师 去了Racing Point 然后就把雷诺的 在比赛中调节 Break Bias 刹车平衡的 这个玩意给捅了出去了 然后直接把 雷诺日本大奖赛的成绩 给取消了 就这种人员变动 会带来不少的 这种消息流通 然后应该是 没本的人 给过去 所以就是说 当时老维头 不让去参加这种 奇异迷情的这种 老维头这种 老特工 肯定是不会让你去 我记得当时 那个勒克莱尔 听勒克莱尔采访 然后什么之类 就是说 那个老维头的 那个 meeting会议 会特别又重又长 因为他所有的戏 都要过一遍 所以维特尔 开会话可多了 就是所有东西 都要过一遍 其实维特尔 对 真的是 然后其实 还有就像你说的 萌渣 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雷卡多 对 就是 对吧 有点没有那么 这种比较高速 高速弯的时候的 看雷卡多的表现 总算能够有 我觉得这其实 也挺有问题的 你说你还 你说你的个人发挥 还这么挑赛道 对 挑赛道 这是个问题 问题很大 而且 对 有时候可以来点 就比如说 这个赛道更擅长 这赛道稍微弱一点 比如说 伯拉兹更擅长俄罗斯 然后还没有 那会上轩压力 或者什么之类 但是 他挑赛道就比较奇怪 我们刚才有朋友说 弹幕里头有人说 给签一年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他们一般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 gardening leaf 就是说 比如说 梅奔有好几个公司 被红牛挖走了 他们会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头 就发工资 不干活 就是不能来干活 但是得给他 发所有的工资 让他不去红牛干活 然后相当于 让他给筛一筛 过一两年之后 等他知道那些信息 不敏感了 再让他走 都是这样的 花园假期 差不多这样的 花园假期 反正那些 待会儿 把你的敏感信息 也先筛一筛 对 有人说 F1的 我们抖音里头 有朋友问 F1的正赛在周几 有朋友知道 加姆的QQ选吗 正赛在周日 不是周天 不是周天 不是周期 星期七 对 有人说太像了 这确实像 但你想 能做到这种 别的队伍想挖你 那你肯定是在这个队伍里头 至关重要的关键位置 那你肯定会这样 因为你所掌握的信息 是很机密的 很至关重要的 对 所以说 红牛也发了一个 这个玩意儿 所以说也不知道 美本到底有没有搞这种 小手脚 所以说 到时候大家记得来看 正好提 今天那什么 句尴尬 我把这个直播的预约时间 写到了11点半 那不是晚上11点半 是上午11点半 我刚才一点开 我发现 你们过期了 太尴尬了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 邀请 预知未来 朋友们 邀请预知未来 我中午 我当时想 11点半 我就预约了一个11点半 结果发现 今天是预约了一个周日 上午的11点半 太奇怪了 因为我今天还看的 今天我就前几次 就看你视频的时候 然后一看预约 是11点30 不是23点30 我说 这就是个问题了 太奇怪了 然后我当时也没想到 我当时觉得 可能就是11点半 可能就是 所谓现在23点半 但是 你太信任我 你太高拨了 高拨了我 这不是 这个我是觉得 都是没看清楚 可能没看清楚 有没有AMPM这个东西 anyway 主要是我平时 还是用24小时 莫名其妙 太尴尬了 那我没法给你洗 没得洗 没得洗 我看 过过一 过二 OK 那我们 未来展望 就到这里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 就差不多完结了 感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过完了 那今天就这样 我们的比赛 回归到这里 待会儿我们可以来 来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Q&A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场比赛 然后包括 未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安排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发到弹幕里头 我们现在 那今天播客环节 就到这里头 然后 这个Q&A的话 大家假如去 在听 现在在听播客平台的话 在这里 听播客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给我来个五星好评 这样的话 都会对这个播客 会有很大的帮助 喜马拉雅 或者苹果的播客平台上面的话 大家来播客的话 可能会听不着Q&A 因为我们的市场 假如太长了的话 会影响到 有些播客平台上的问题 我们的Q&A 都会在B站上面 大家来B站上面的话 都能找到我们完整的 这个播客的正式节目 以及Q&A 然后 爱发电上面也会有 爱发电上面 会有播客的音频节目 然后 大家可以在爱发电上面 搜索方程师漫谈 然后这样的话 能够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 然后获得 比赛抢先 比赛回顾的抢先版 也就是 一会儿大家就能够听到 我们新鲜热火的比赛回顾 然后包括完整的Q&A 当然Q&A的话 大家想要免费的话 B站上面也有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正式节目 就到这里头 让我们进入到Q&A环节 欢迎大家把 把这个问题 发到弹幕里头